这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能够自己制作的第二个幸运方块 叫做水系Water方块 非常的不错啊 它里边有很多的宝贝 比如说像那种非常厉害的苹果 用苹果呢吃完以后会给我们增加抗性提升 看见没有 抗性提升直接加了六个 不要着急 这种属性不仅可以从苹果上获得 如果我们兴趣足够好 还能得到它的装备 你看这不就得到了一件水系头盔Water 直接给我们增加了夜视永久 加一个水下呼吸永久 这两个效果有什么用呢 首先我们掉水里不会掉血了 而且黑天不用插火罢了 再看这把稿子水下速决 当然安带稿子上是没有用的 最主要是它有石运三 我们也有石运三效率 这么一看这水系稿子跟我们这稿子还差不多 要不是这水系稿是无法破坏的 我还真就不换了 什么东西啊 掉了个铁块是吧 没什么用 不如我们用二楼十年单身 换一件水系的胸甲如何 有了水系的胸甲 我们的抗讯提升 随时随地 那都是满的了 那不如就这五十四个方块 再加上二楼的十年单身 看一个水系的胸甲如何 二楼 OK了 就这么说定了 二楼十年单身 换水系胸甲一个 哇 它这装美挺劲啊 能扛住我的小红剑这么多刀 不简单啊 绝对不简单 掉了个普通幸运方块 先留一下 对了 这个水系方块 能否在这里加幸运值呢 掉了两个东西 这个胸甲 不怎么样 啊 脱了 这还有一把 看起来像是一把小枪枪的东西啊 哦 水枪啊 兄弟们 这是一把水枪 攻击力肯定不怎么高 我就不要了 虽然它是远程武器 呀 运气不错啊 又掉了一条裤子 裤子增加的跳跃提升 我试试 看能跳多高 三格行不行 三格都可以 那太完美了 如果只能跳两格 不是很厉害 三格的作用 那可就大多了 我跟你们讲 这史莱姆又来作死 诶 等等 那个水枪我不想扔了 我们也不用插火把 那么就把火把的这个位置 留给水枪 嘿嘿 来呀来呀 嗯 哇 这水枪攻击力还不低呢 哦 它有16的攻击伤害 射速还很快 就是射的距离有点远 啊 有点近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距离还在抛物线 比如说 我射出去 它还会往下 就是降落 考虑到一个预判的问题 如果不准 诶 我瞬间没血了 什么东西啊 章鱼哥 哼 我真是服了章鱼哥 你不是应该在 那个 比奇报那边吗 怎么 来这一边了呢 这些章鱼哥 哎呦我的天 欺负我 来这边欺负我 呀 难得呀 水系方块 竟然给我们搞出了 这种好东西 哦 开出了一个胸脚 看一下 防御力不怎么高 扔了 红色的小片片 又开出个僵尸 穿了一身的背壳装备 我就怕你啊 根本不怕 这样吧 为了让二楼 哼 不被我刻刀 给你加点幸运值 行了吗 咱们剩下这几个 加点幸运值 这你要是再开不出胸甲了 可就不要怪我了 可别说我叶峰没帮你 呀 兄弟们 这随便一帮就帮到了 你说这奇不奇怪 来来来来 这位商人 不要走 啊 不要走 我们这边准备了上烤的材料 胸甲就不换了 啊 胸甲换一下 鞋也换一下 我怎么感觉有史莱姆在靠近我 史莱姆走开 哎 这钻石不是给你的 别剪啊 剪了打你 我跟你讲 都卖了都卖了 剩下的方块不要浪费 都加了钻石了 所以说我们不能扔 然后这个时候有人会问了 你真的要换胸甲吗 给你看一下 这是换了胸甲以后我们的样子 防御力很高 但是失去了魔法防御 不过带来了六格我们非常需要的物理防御 抗性提升 那个胸甲我不会扔 这个法老王方块没开出什么好东西 我们可以留着那个胸甲 留着他 等我们遇到魔法的时候 在穿上也来得及 还剩的这点方块咱们都给他开了 看他开出个什么东西 就比如说精准采集的工具 我们现在就没有了 掉落的这些东西呢 我来看一下 好 都是没有精准采集的 而且全是武器 我们根本不需要他们这些武器 攻击力跟我们那个 还不如我的小红剑 所以根本就不考虑 这都是啥呀 一个 两个 开出来了 兄弟们 大功告成 水系方块 可以毕业 这个方块的用处就没了 那么剩下的就可以卖了 咱这仨瓜俩倒的 也不用太责了 剩下这点东西也都可以扔了 有了精准采集 我们就可以去寻找野外的方块了 哈哈哈哈哈哈 帮炮